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 是一个我很久没联络的朋友 自己的亲身故事 这位朋友有多么神奇呢 他竟然到阴间进行了一次短游 这个故事的主角 他的名字叫罗明 他是个原住民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南岛民族 有一年高二暑假的时候 罗明他照常跟其他的不良分子 在桃园五兆飙车的时候 他的机车突然失控 打滑撞上了停在路旁的银色车子 机车的车头零件部分碎裂 而罗明他则是滚到车子底下 他被拖出来然后送到医院去 但很幸运他没死 只是受了一些不小的 但也不是很严重的伤 外加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 在他昏迷的时候 他说自己的身体浮起来 那种感觉像是游泳一样 莫名地感到舒服 但是他浮在空中的时候 看到了他的妈妈在旁边照顾他 他妈妈面无表情 一副要哭不哭 又带点无奈的表情 他想去摸他妈妈 但是碰不到 突然间他感受到了身旁有人的感觉 他转头去看 看了一黑一白的人 黑的矮白的高 还吐着长长的红色舌头 手里拿着古代的枷锁跟铁链 铁链的后面是一群被捆着手脚的人 哦不 是一堆鬼才对 他们排成一列 那些鬼个个身体都残破不堪 要不然都是一副乞丐的样子 都保持着死亡的状态 看到这里 想必很多人都明白了那是什么 没错 就是地府的七爷八爷 罗明还没有说话 手就被七爷八爷给脖子被戴上枷锁 手腕被捆上铁链 拖到队伍的最后给绑起来 接着 七爷八爷面无表情地带着队伍继续前进 任凭罗明怎么大声喊叫都没有用 随着队伍的前进 罗明他眼前一黑 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空间 四周都是黑色 他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过没多久 四周的黑色空间消失了 他来到一个暗红色的道路 抬头一看 映入眼帘的 是由奇怪的黑色夹杂暗红色所组成的天空 而眼前的是一条非常宽敞的红色道路 像是古代中国皇宫的巨大步道一样 整条的道路是用红砖头建造的 道路的外面的风景 则是类似沙漠一样的平原 就连沙子都是暗红色的 就像是满地鲜血一样 令人作恶 而四周的步道上都有跟他们的队伍一样的队伍 接着 巴家祥的思绪就被一阵铁链的拉扯感给带回来 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看到脖子的枷锁跟手腕的铁链都不见了 接着 趁着前方其他的队伍在整队的时候 偷偷从其他的地方溜走了 后来他和我说 原来那就是黄泉路 罗明跟我说 路上好多队伍 他们都是压卸到这里的鬼魂 到了一个路口之后 很多鬼魂的手铐枷锁都不见了 至于是怎么不见的 罗明说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 然后他们的队伍开始陆续进入一个关口 这个关口就是鬼门关 关口外的报道人群数量非常多 现场的状况很拥挤 关口有守卫在维持秩序跟检查 而周边守卫就是鬼差 罗明想要趁人群很多的机会 伺机逃走 回到阳间去 回到自己的身体去跟家人团圆 但是他却发现 他跑不出去 因为拥挤地报道人群 像是流水一样 把他往关口的方向推挤 而关口的守卫看到人潮汹涌 也是努力地在控制好报道人群 但是因为这些守卫人数太少了 根本就控制不太住人群 加上还要盘查这些鬼 所以鬼差根本没注意到罗明 而他就这么被人群挤进去了关口里面 他傻眼了 他出不去了 加上他也怕那些鬼差 所以他就脚底抹油逃走了 罗明说他走了很久 感觉差不多走了好几个小时一样 到达了一个地方 是一座城市 一座非常巨大的城市 整个城市被巨大高耸的城墙给包围起来 而城市外面则是一个个排列整集的村庄 罗明一样到处躲藏鬼差 等偷偷摸摸地到达城市内部后 他肚子饿了 看到路上的摊贩贩卖的食物 他想吃 但是他没有钱 这个货币就是冥界的货币名指 于是我们这位无可奈何的男主 只好去找工作来做 罗明跟我说 他找的工作是工地工人 每天挖沙子 搬砖头的临时工 每天工作完毕后 都可以拿到六百万的名币 罗明他说 在他昏迷的期间 每天都是在冥界过生活 他感觉 人间跟冥界的时间不一样 在人间的一天 在冥界像是过了很久 每天的生活都是工地打工 下班领钱 然后坐上冥界的公交车 花十几万名币 回到城市郊外的城镇小旅馆 然后再花七十万吃一顿饭 然后花上两百万租房间睡觉 何天起床上班 然后又是同样的行程 罗明他说 冥界跟人间一样 只是冥界永远都是黑夜 没有白天 然后到处都是阴森森的 还有点破旧 完全都没有活人的气息 有种回到二十几年前的感觉一样 然后 在冥界什么东西都要花钱 有的鬼很有钱 有的鬼很穷 至于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罗明跟我说 一般都是有鬼魂 还活着的亲人烧给他们的 纸钱跟元宝都有 当然 你也可以烧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反正鬼魂都会收到 每个鬼在冥界 都有类似银行户头之类的东西 等在世的亲人烧给他们的时候 这些东西会自动进到他们的户头里面 他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去领 如果没有人可以烧纸钱 或者是不够的话 可以在冥界找工作 如果不找工作也没关系 那就靠乞讨过活 跟孤魂野鬼一样的生活 这些知识是罗明在冥界生活的时候学到的 他在工作的时候 常常被其他的鬼 误以为是刚死不久的鬼 所以很热心教导他在冥界的生活 问他是怎么死的 带他去玩啊 他学到冥界是一个很大 没有边界的地方 在冥界有很多城市跟地方 你可以自由进出 甚至还可以到其他国家 跟地区的冥界等等 主要是你的宗教是什么来决定的 有时候聊开了 罗明还会花明币 请他的鬼公友一起喝酒 除此之外 罗明还跟我说 他学到了冥界 除了鬼差跟阎罗王 和地藏王菩萨 以及普通的鬼外 还有很多妖魔鬼怪 比如说鬼王之类的存在 罗明跟我说 他在冥界的生活 每天都是工作 睡觉 吃饭 跟其他的鬼玩乐 喝酒 躲避鬼差的搜查中度过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过了一段时间 罗明他还是被鬼差发现了 罗明说 他是在工作的时候碰到鬼差寻查 鬼差一眼就看到他 就知道他是个活人 于是派人把他包围起来 从怀中拿出生死不堪了看之后 对他说 你的时候还没有到 给我马上回去养检 接着 鬼差就把他提起来 朝上方用力一丢 等罗明醒来之后 已经是在林口长庚医院里面 因为他是桃园出车祸的 距离最近的医院 就是林口长庚医院 但是 即使是有这样的亲身经历 我们的这位主角 依然还是没有彻底改变自己 还是选择做社会的败类 然后 在这件事情过了几年后 罗明他又犯罪了 没错 就是我在上篇提到的聚众斗殴 把人活活打死的案子 被台湾法院判了16年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到这里 我们不难发现 阴间是真实存在的 人死了之后 到了冥界报道之后 会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来决定你是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受什么刑罚 冥界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中转战 好人上天堂 坏人下地狱 不好不坏 或者是受刑完毕的人 则是留在冥界当中生活 而他们的生活好不好呢 就靠大家烧的纸钱多不多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佛光铸造全家 其如意 伴您永远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